现在是2023年的5月25号 大概154天之前 当时我从马拉卡山上 坐在一分前出发 经过了十几个西非德国家 到今天为止是最后一天 我是从哈比尔飞到达卡尔 达卡尔飞到佛罗奖 之后佛罗奖飞往伦敦 现在在莫罗哥转机 达卡尔飞到达卡尔 了岸继续 达卡尔 刚刚落地英国伦敦排队排了20分钟 过这个移民局 移民局问我是从哪儿飞到英国 我说喝了饺 然后问我在中国做什么 实际上我四年不在中国了 我就直接说我拍一些视频写公号 然后他就问你在英国待多少时间 我说大概两个星期 他说英国之后你去哪儿 我说我去爱尔兰 然后他就直接给盖了账 这是我的包 我没有想到就是这么快 因为我之前在美国的这个入境经历 我有七次入境美国的经历 基本上六次都去了所谓的这个小黑屋 所以我就担心英国这边可能会出什么事 2019年时候曾经在伦敦转机 从那个马德里飞纽约 有一个政策是如果你有美签的话 你在一个伦敦转机 然后飞美国 你可以免签在伦敦待24小时 我当时想通过那个政策 然后入境伦敦 但是当时被狼了下来 他说那个 你的时间不够了 怎么怎么样 所以我就印象里觉得 这边英国可能入境会很严格 但是今天经历了这个伦敦的入境 没有任何问题 现在这个很开心 刚刚问了一下这个Underground 好像这是地铁 然后现在打算坐地铁去市区 为什么我选择这个西兹罗机场呢 因为这边去那个市区好像可以坐地铁 前面那个这个应该就是地铁了 这个叫什么Piccadilly的县 西兹罗四行站楼 这一站 这个地铁刚进来的时候 我看他有一个机器 就是你可以直接刷银行卡 就是维赛关事大 我刚才刷了一下 但是我现在不知道扣了多少钱 这是一张这个伦敦地铁的地图 对英国第一印象 对伦敦第一印象吧 就是这边的口音 就像我们第一次去美国的时候 可能要适应好长运的时间 然后你会觉得好像这么多年 你学的英语都白学了 这个有一个不得不说的一个对当地的印象 是靠左行驶 平时你可能看那个地铁线的时候 他可能会是在右边 现在停车在左边 刚刚到地面上来 现在连上了WiFi 现在要联系我朋友了 感觉我在进到这个地面之后呢 觉得我就是一个异类 伦敦的市中心 一到这个市中心 这就有一个中国城 刚才朋友在那边吃火锅 然后我就过去吃了一点 现在伦敦的南部 我也不知道现在在哪个区 但我刚才街上走着 办了一个手机卡 开卡是免费的 然后我买了一个流量 是20英镑的流量 它有50个G 这个大概就是174人民币 无限次打电话 无限次发短信 它是一个月有效 超过一个月之后 这个套餐就失效了 你超过三个月 不用这个卡的话 它这个卡就会失效 还有很多其他的工资 也有很多那个 无限次的那个套餐 看到便宜的有35英镑 一个月无限次套餐 但是我买的是这个 一一的 是沙发主 给我推荐的 他说这是英国最大的一个公司 你如果在这种路边 那种小店买这种卡的话 它可能就是一英镑一个卡 然后你再让它充值就行了 先带一下快餐厅 这是基本上最便宜的汉堡之一的 这个是1.2英镑 大概10块人民币 也有更便宜的1英镑的汉堡 就是不带肉的 这个南道的汉堡 不过你要是10块人民币 吃一顿饭 这种简单的这样一顿 一顿汉堡也是没有问题的 这是一块肉炸鸡 然后放点太叶的 然后夹在这个汉堡里 现在这个伦敦的这种 双层的公交车站 我就是特别喜欢这个 双层公交车站 因为你们看到这个城市里 有很多的这个景象 而且它只是一张公交车票 而且不是那种游软发车 因为从五七点多到终点 刚去了一个叫做大象与城堡 一个区 这边有好多中国超市 买了一包辣条 就是带来一英镑 然后这个面包是两英镑 两块面包 然后加上一袋辣条 看看这个 我上初中的时候 我经常就是买辣条 然后就在那馒头吃 我觉得这袋面包 我能吃个三天 这袋辣条 我其实我也能吃两份 这一家这个 经销市里卖的街面 这袋泡面 大概五块英镑 然后五袋 就一块英镑一袋 这还有一个各种水饺 还有包子 宿粽的 一个饺子大概是三四英镑 这个路边的一个 就普通的中等超市 进去之后 你买这个面包的话 一英镑 然后喝点水 就能解决这么异小的门 这沙发给不住了 然后他今天带我来 上这个英国 纯敦当地厕所的一餐 这是 Pie and Mashed 一个菜 还有一个 这个土豆 泥 练饼后 蔬菜汤的感觉 就是辣酱 感觉只有馅儿面 刚喝那个水排汤 叫做香芹 嗯 一点的酱 有点的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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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我的第一次 所以我来吃酱 有点酱 对 才在台湾 在London 哈哈哈 这个餐厅在路边 它叫做 Am Man 对 现在是在英国的第三天,在伦敦的第三天 第三天过得非常充实 我首先是住在当地山伐主家里 更参加特别小 就是大概可能不到8km的一个房间 然后它里面有一张床,然后我就在地上打地坡 白天呢,我就见各种朋友,新朋友,老朋友 每天过得特别充实 我最近还在剪辑西非的视频 可能会先发出英国的第一期视频 然后呢,之后再发出那个西非的视频 目前在英国的情况就是到处接宿 也有很多在之前频道上看到我的观众 他说我还在英国上学或者是去工作 也有邀请我去到他们那边的 这一个月吧,基本上在英国阿尔兰到处就是接宿 要拍一些我想拍的东西 就是我目前的这样的专家 还有一点没有分享就是关于这个换汇和这个支付 我到目前为止三天 我还没有就是摸过任何一张英国当地的钱 英镑和地坡是多地铁、多公交、吃饭 这些全都是刷卡 刚才在那个大英博物馆 他有一个donation的一个箱子 那也是我第一次见到那么多的英镑 这边银行我觉得90%以上都是支持英联的 也说你要来英国的话,可能最好还是有一张 维萨或者万世达的一张 这样的话更方便 支付地铁、交通、吃饭都更方便 小箱会动作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非常感谢你们的观看 祝你们都有一个非常美好的一天 美好的早生或是美好的晚上 这是英国伦敦 第118个国家 我们在另外一期的视频道我们再见 拜拜